我從兩個角度和大家分享,我個人是怎樣看大灣區。 香港長遠的發展,我認為參與大灣區是好過不參與大灣區。 因為我們純粹靠自己的人民、自己的經濟體系,其實是做不到將來和世界完全結軌, 所以,香港人也充分利用我們很多的專長。 但是,如果我們參與大灣區,我們就很難開口說, 每個人都可以在上面做,但上面的人就不可以在我們做。 因為聽起來都是比較霸道的說法。 但如果每個人都很相向的話,香港人到底到最後, 是不是真的覺得可以支持呢?我想某些地方大家要小心了。 譬如我們香港人很珍惜的東西,譬如醫護人才這樣說, 現在大灣區好未,就不是鼓勵上面的醫生來香港開診所, 是鼓勵我們香港的醫護人才想去上面, 希望提升他們在醫療各方面服務的水平。 好了,如果真的有人想去的話, 你去一個醫生我就少一個,去一個護士我就少一個, 我們自己本身都不夠, 如果我們有些私立醫院好像養鵝那樣, 真的在上面開幾間, 那他將來醫生哪裡來呢? 是不是? 那他必如在公營醫療系統上, 又要挖醫生過來, 那情況之下, 我們本身又夠不夠呢? 是不是? 那就是說, 很坦白說, 我覺得在很多經濟方面的合作, 意思就是說供應沒有局限的, 凡是供應沒有局限的領域, 我覺得是可以, 怎麼說, 一加一等於三, 或者做大個餅, 大家得益的, 但是如果凡是在公營方面, 我們都很緊接的, 譬如某一些領域的人才的話, 我們這樣下去的話, 就會出現一些矛盾,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, 是我們要小心的, 那當然, 另外一件事呢, 我覺得將來會都是最敏感的, 就是在一個司法的合作, 那個領域方面, 就是在一國之下, 香港不可以是法外之地, 但是在兩制之下呢, 我們有兩個法律系統, 就完全不同的看法, 那怎樣落實兩件事, 沒有矛盾呢? 是要很高的智慧, 如果說那些疑反轉移啊, 警方合作啊, 資料啊, 如果是真是去到很傳遞性的, 我們會不會覺得, 可能太過一國, 不夠兩制呢? 我相信我的社區, 都有很多人聽過, 是這樣問的, 但是同樣來說, 你說我們在中國其他地方, 習慣了按回來呢, 可以逍遙法案呢, 又過不過去, 那所以呢, 我會告訴大家, 大灣區, 其實昨天, 將會有很多簽證, 也都可能會有很多取捨, 我們大家要面對的, 任國娜 剛才特首都有提到, 其實覺得是, 之前的合作用措施, 其實一點都沒有影響到一國兩制, 還有, 覺得香港不會被大陸控制? 你自己怎樣看這個? 香港會怎樣? 不會被大陸控制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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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為什麼看他這個控制? 所有這些事情, 都是看領域的, 有些領域, 是什麼問題都沒有, 有些領域是敏感, 最重要就是, 如果大灣區合作, 是不是盡量在, 不敏感的領域之下, 踏盡有, 而是敏感的領域之下, 大家真是鐵地點, 實事求是, 看看市民, 他們內心怎麼想, 就不是真是一刀切, 很理論化, 這樣去, 不同的領域, 都用同一把尺, 去落實這個所謂大灣區融合。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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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問題是, 有些人說, 再繼續融合, 會影響一國兩週, 我再說一次, 完全是看你什麼領域, 如果全盛什麼領域, 都是同等地融合, 我認為是有事的, 但不同領域, 有些融合多些, 甚至乎連邊界都沒有了, 有些真的要看我們各自不同的情況, 大家的價值觀, 歷史背景, 和人才的限制, 很實際這樣去融合的話, 這個是我希望見到的一個大灣區的落實, 但是你自己個人的看法, 哪些領域可以融合哪些領域? 我已經暗示過了, 我們人才缺乏那些, 如果全部想去, 我就有問題了, 是不是? 在執法方面, 尤其是刑事方面, 那類是涉及一些, 比較不是兩邊都有的, 民主的罪行的東西, 當然我們法庭會把關, 但是也會有很多壓力, 給我們法庭, 是不是? 因為那些東西, 不是黑色白色的, 都是灰色的, 所以有某些領域, 是敏感的, 大家要小心的, 所以從一國來講, 很多事情, 是必如應該要做, 除非兩制方面, 又會覺得, 其實是不應該, 河水不犯井水, 那你何時才融合一國, 何時才是河水不犯兩制呢? 這個就是很高度的智慧, 這個就是每一個領域, 都不同, 每一個領域裡面的獨特事項, 都應該如保一刀切, 都應該是很務實, 這樣去看著社會的反應, 去向前行, 你覺得特首可不可以為香港, 堅守到這些, 你説不可以用到這些? 這個特首我覺得可以的, 我欣賞他昨天, 我都猜不到他, 高球場呢, 他會收回局部的, 這件事呢, 我是真是, 我欣賞他的勇氣, 因為個個都罵死他, 說他兩面不是人, 是吧? 真真正正上收回, 就說你收少少, 不夠要收完, 另外一些人呢, 就說, 我沒有了這一筆, 我就沒有了三分一的頭像, 你只不過多了幾千個單位, 香港缺乏幾十萬個公屋單位, 杯水車身, 是吧? 明明是民粹的, 那他都會去平衡, 不同的階層的人, 不僅是利益, 不僅是利益, 是個情緒, 政治來說呢, 不是一件事都是講利益的, 情緒都很重要的, 人的感受都很重要, 正正就是將來打彎曲落仇, 不要僅是講利益, 講萬人的感受, 的情緒, 因為那件事, 不是那麼容易很客觀地來過, 就是大家要小心一點, 那林鄭我覺得她是, 應該是我比較有信心的特首, 可以作出, 這個一個和兩制之間的平衡, 但是, 哥哥以夫喉長的對象商界, 但是如果將來做大安區的對象, 會中央, 你覺得她的取態, 或者她自己顧忌的會比較多? 都不是我, 你說她, 你的意思是說商界, 她走在一邊, 如果她想連任, 她想不想做六八九, 還是想繼續做七七七呢? 是吧? 那你就是告訴我, 這次對這件事不開心的商界人士, 只有幾十個嗎? 我可以告訴你, 肯定不知道幾十個, 是吧? 那她下次有可能, 又是回到六百多, 是吧? 但是問題是, 她都要面對平衡社會的事情, 還有一件事, 你說如果有些事情, 社會上的反應很大, 是不是真的我們假設中央, 一定會強行落實呢? 我不相信, 我真的不相信, 我覺得中央都是務實的, 是吧? 她認為現在的事情, 有些太過偏向兩制, 應該去回一個, 所以我告訴大家, 一個和兩制是矛盾的, 一個東,一個西, 那你現在就說, 有時東有時西, 最好呢, 就是中中間間, 那這樣的話呢, 是不同的時候, 你處理不同的問題, 是用一把不同的尺度, 就不可以一刀切, 講到清清楚楚, 一刀, 一國兩制, 從來是人類有數以來, 最難落實的一個概念, 如果你們任何人, 有兩個老闆的, 你想想, 你怎樣處理她? 先生, 你覺得會更加困難, 在這個區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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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域? 是否會更多的, 在這裡有些區域的區域的區域的區域, 在這裡有一種區域, 在這裡有一個區域的區域的區域, 那要是一些區域的區域, 在這裡有很多區域的區域, 它會受到四次區域的區域抑擬、 所屬的區域的區域, 如果我們經常順自動需要所改静或是同性的區域, 如果我們可以隨時不施衍, 應該是我們的區域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